咱女嘉宾与第一位男嘉宾约会结束了 其实我们男嘉宾一打眼看 好像整个的状态和他会琴棋书画 还有能够攒钱买那么多房子的 这种气质好像不大相符 很低调的一个人 但实际上真的是很有内秀有才华 他实际他心里真的是有一点小结 这个结就是说钱还算人美了 但是我刚才提示他那一点 就是过度的消费补偿性的消费 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人还在钱美了更不行 所以不要过度的去从这个阶段 走向另一个阶段 咱都冷静的去思考 舒舒坦坦的过日子 我这话少不会说我 我们女嘉宾接下来要选择 第二位约会男嘉宾了 会选择谁 5号 5号男嘉宾 来 咱们看一下大屏幕 两个女孩 我当时在他这个照片上看到写的是父子分别 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主题呢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男嘉宾的年轻时候的样子是特别帅气的 很帅 清秀还 有点像台湾电视剧琼瑶剧里边的男主角 对 真的 来 有请男嘉宾登场 晚清一满 婚聊暗 爱的选择 结粮缘 不会拂云 织望也言 秋童淳毅 学老伴 我是来自辽阳的林董 好 欢迎您 你说 你好 你好 来 你刚刚那个诗朗诵的挺好啊 自己写的 不是自己写的 自己想的 自己想的 遮望也 遮望也 是不是 不会拂云遮望也 意思就是 就冲破各种阻碍 各种阻力 有说三道四的 就对我有各种看法的 您来爱的选择 有没有人在背后说三道四的 啥人没有 有 说说他 咱们自己心里有树 自己把他们形成为拂云 拂云 那都是拂云 我的幸福才是真金白银 是不是 来 我们看一下 我们男嘉宾生活当中的样子 10236号 李先生 73岁 辽阳人 离异 企业退休 有住房 女儿已婚独立 我这里平时没什么娱乐 就喜欢看看新闻 看一看书 爱看一些古代文学 中国四大名著 我那时候也没有条件买书 都是借书看 借书看 你看 以前《青春之格》了 《利好金港》了 就是很多以前的解放战场 抗议战场 抗议战场 抗议战场这些事物都喜欢看 喜欢文学是吗 更喜欢文学 小的时候看事物 长大以后看电视 后来又有了网络 增加了获取知识的渠道 我看电视吧 不管是看业务 主要看里边的故事情节 看电视特别是爱看《山国》 《山国》里边的《羊肉》 最爱看就是周克亮 因为周克亮 他特别的聪明 他的聪明才是超过长的 我很配合他 我爱他 他特别会用言 我担心三十多年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另一半 希望这次来到爱的选择 找到情投意合的人